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啊,因為有的時候晚上睡覺會有 噩夢是Gordon Rindsey 在吼叫,耶 然後有的時候,比方說 做失敗的一道菜 我不會想要再去做 要有一段距離,然後再回想 OK,我這樣子到底是 哪裡做錯了? 要思考一下,我覺得我做菜 是來表達 我的創作性 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 我到那個場地 有人家可以吃到我的東西 我覺得就夠滿意了 食物,每一道菜 我吃過是有故事 我就記得我奶奶 她原來是北方人 所以她很會做麵食 但是我每次吃到餃子 或是蔥油餅 或是牛肉餡餅 我就想到她 那都是 很有優勢 的,可是我可以來 沒有吃了 你吃到我 這個水道 你吃到 N quió 還是 你吃到 把 你吃到 你吃到 你知道嗎 沒有 大家好 我是除神當道第八季美國版的 王凱傑 Jason Wong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 接下來這一小時看我 大展身手 歡迎 歡迎Jason Wong 回台灣不是王凱傑 歡迎 你好 所以你剛剛是怎樣 Post like this 大展身手 對 I wonder if you ever have a chance to post like this and this in front of Gordon 其實給我 In Masterchef Give me energy 給我信心 好 沒問題 謝謝你 請坐 你果然是很陽光 一進來就帶給我們這個positive energy 因為台灣這個時間 進入二月很冷 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錄影的時候是寒流 然後我一看到這個Jason 跟他打完招呼 再看到你的開場 我覺得整個溫度都升高 謝謝 謝謝 哪裡是謝謝你 我們這上面這個 你還記得是哪一集嗎 這是 這是起下好像 第六集 第六集 可是今天這節目 你都記得很清楚 現在這個 我想很多觀眾朋友 我也蠻訝異的 因為我看到我們同事拍的 原來你來到機場 然後你的記者會 還有見面會 都有這麼多的粉絲 你自己有沒有嚇一跳 真的是很嚇一跳 因為我 我是高中老師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來到這種的 哇 真的我很感動 我覺得人家要花時間來 support 我真的是很 touch 你知道嗎 所以Jason 你的 self-esteem裡面 人家問你是誰 你第一個還是說你是高中老師 我是老師 對啊 雖然是音樂或是食物 烹飪 我覺得 在心裡我還是老師 因為我覺得 我要跟人家做 relationship 你知道嗎 所以 that's important to me 是 Masterchef 是大家認識你的一個機會 那你參加是 Masterchef 的美國版 其實我有查資料 但是我想 在你的感受裡面 這個節目在美國 到底多受歡迎 非常非常的 popular 好多人看 我有很多小時候的朋友 他們一直都一直看 從第一集一直看到 第八集 那你在你參加以前 你自己就是是常常看電視的嗎 你覺得對上電視這個事情 就是你自己跟看電視這件事情 relate的多不多 其實我看電視 通常都是看烹飪學作 所以我覺得不同國家的 他們不同種種的做菜這種方式 我對他很有興趣 那我查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 Masterchef 他的美國版 大概平均一集有四百萬人收看 對 所以你一開始是誰鼓勵你 還是你自己怎麼樣 有這個念頭說 我來參加看看 我有好多的朋友 他們寫email 寫text message 他們說你一定要去 audition 因為他們知道我從小就是好吃 但是不光是好吃 就是覺得食物是我的這種 life spirit 你知道嗎 所以他們說 you are perfect 他們說你一定要去 你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的目的是 我知道我很喜歡學作的東西 我也看了 讀了很多 但是我不知道 我跟人家比的這種level是怎麼樣嗎 所以其實是我自己要看看 我到底跟人家平的是什麼程度 那那時候去參加 audition 如果你心裡有任何一個聲音跟你說 Oh come on Jason No 就是你有任何一個原因 讓你會很 hesitate 那個是什麼 那個時候 你還記得嗎 那天我四個禮拜六 他們是從早上八點鐘一直到下午五點鐘 audition 在那邊是在旅館裡頭的大飯廳 所以排的人滿滿的 但是我在那邊 哎呀猶豫了半天 早上到中午然後下午 我在那邊考慮我到底要不要去 很多人去 audition 但是他們只選幾個人去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 因為有這個opportunity somebody可以嘗我吃的東西 我後來想 我可以拿這個opportunity 因為我覺得我做菜 是來表達我的creativity also跟人家share something 所以我覺得 我到那邊場地 有人家可以吃到我的東西 我覺得就夠滿意了 所以你一開始吸引的原因是 sharing 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就像你的音樂 觀眾朋友剛剛在一開始有看到我們的介紹 好 那如果Jason的粉絲當然知道 他是高中的音樂老師 他自己是業餘的tenor 所以就像音樂一樣 就是你覺得分享是非常重要的 當老師我有個責任是 你如果是當榜樣 你要給人家inspiration 所以現在因為有很多粉絲 人家很多人就寫給我 謝謝你當我的inspiration 很多人也許他們自己生活裡情況不是很好 但是他們說他看到我在這個節目上的 positive energy 就讓他們很happy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很多次世界上有很多種事情是很悲傷 那種sad things 但是食物是我從小是因為我父母親愛我們 然後外公外婆愛我們 他們做東西給我們吃 所以我用這個方式來表達給別人真的是很大的負擔 但是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你算是second immigration generation 謝謝 還是算是the third 你的外公外婆有移民到美國嗎 他們有移民到美國 但是他們是因為我小時候幫忙babysit 所以他們來的 所以其實是 我懂 看小孩子 對就是那個親情很濃 他怕你爸爸媽媽累到 對 所以他就一次照顧兩代 所以你應該算是second generation 所以你們家裡的連帶很強 我記得你在節目裡面有一次你也是 就是講了紅了眼眶 就是因為你說那個食材 就是你用的很多食材其實它是比較貴的 我還記得以前 所以那個時候你也是紅了眼眶 Oh yeah 因為我覺得食物每一樣東西每一道菜我吃過是有故事 像比方說我每次吃餃子我就記得我奶奶 她原來是北方人嘛 所以她很會做面食 但是我每次吃到餃子或是蔥油餅或是牛肉餡餅 我就想到她 所以你有picture是她自己從貨麵開始自己做的 Yeah 然後我想到我外婆她原來是上海人 然後他們到台灣來 但是酸菜肉是麵啊 然後那種小菜啊小魚乾啊毛豆啊 我想到這道菜我就想到我外婆 所以我覺得食物是代表一個很important的 所以你的爸爸媽媽是我們中文講叫南北河 Yes 所以他們是在台灣長大然後後來移民到美國去上graduate school 對 所以是一般人一般人走過的一條路 所以難怪你心情上面會很emotional 因為你自己經歷過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他們來美國他們語言也是很困難的一個東西嘛 但是他們從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他們有這個dream他們要do something different 所以有他們的effort讓我有這個機會 我記得有一次 生存在發獎 很早我爸爸說他在上班 This is probably in the late seventies 他說在美國那些亞洲的那種蔬菜水果很少見到 所以他得到一個promotion 他好高興 他到超級市場買了一顆大白菜 因為大白菜是很貴的 所以很珍貴的 所以他買回來 然後給我媽媽吃 媽媽很高興 所以這種事 其實就是我們要下面去看 因為那個主持人Gordon常常對他們大吼大叫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直接的壓力 因為當老師 我看你在學校很少碰到有人對你大吼大叫 所以你自己去audition 然後去找這個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我明白 但你不能直接把那些炒掉 那是不一隻肉 我明白 看那個肉質 那是什麼 那是不成功 那是錯的 但如果它是這麼炒的 那是什麼 那是中間的 那是完全不成功 來吧, Jason 我好像老師跟學生 你馬上要承認 你錯了 我們正在在煙中 做錯誤 誰切成功 所以你怎麼做 當你切成功 當你切成功 你怎麼做 我完全不成功 因為如果我們把肉質送出來 我們不成功 Jason 你覺得這個裡面 你在那個時候 經歷這些事情 他是演技術嗎 他跟你之間 你們這個交流 你就是真的 我看你有點嚇到 然後你馬上認錯了好幾次 對 因為我覺得 真的 我們是在 拉斯維加 拉斯維加 是很 很重要的 VIP 所有那些 Hotel的VIP在那邊 所以我在那邊 在前面 我覺得 I have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然後Gordon一來 哇 他真的很氣 因為他不可想像 我們 因為我們送出來的食物 等於是 也是代表他的 reputation 所以我覺得 He's very passionate about他的 food 所以他要 make sure 我們送出去的東西 是到他的 level 所以你怎麼樣去承受 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根本不會碰到的壓力 所以我完全就是 腦筋裡頭都是很亂七八糟的 但是我知道 我們還是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目的 We need to feed these people Right 所以他吼叫的時候 我覺得 他為什麼 我想了 他為什麼要 這樣子 Right 但是我覺得 主要的是 他還是要幫助我們 雖然是用這種的方式來 跟我們講話 他還是要幫助我們 所以每次有這種的情況 我一直在那邊想 OK 我可以從他說的練出來 是什麼樣的 advice I can make things better 那每一次都是在你 不可預期的情況下面突然爆發的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 you know 每次很 very high pressure 你知道嗎 然後一直叫 但是我知道 我如果對他胸或是火回去 我一定是 哈哈哈哈 你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對不對 拜拜了 所以真的 但是一方面是我很尊 尊敬 尊敬 尊敬他 so respect 所以我覺得 他如果 他如果是angry 一定是有原因 所以我就是要聽 然後要學 走到這一步 你覺得這一些巨大的壓力 而且是呈現在 400萬個人面前的這個壓力 對你 如果你benefit from such a huge pressure 那是什麼 我覺得因為我是音樂家 然後我也很習慣在大場地表演 我覺得 最主要的 其實 pressure 幫助我 因為可以幫我focus 我覺得 所以 pressure 你知道 一種是一種鼓勵的東西 我覺得 因為 pressure 然後你覺得 nervous 因為是 you care about it 所以我覺得 其實pressure 是個好的東西 每天這樣子的壓力 也許不健康 但是 需要produce的時候 射得好 這是Teacher Wong 教我們這樣 Jason Wong Rolling Center 嗨 Jason 招牌花襯衫總是裂開嘴 笑容像射出的陽光 從美國地獄竹神 歌登的節目脫穎而出 台藝美籍王凱傑 Jason Wong 從美國爆紅到各國頻道 認識他的觀眾都知道 Jason的經歷 像是永遠都用不完 第一次挑戰 我們是做的是哪一種魚 這個應該很多人 由六萬八千名粉絲 在臉書上連署 讓電視公司 把心目中的料理出神 請回台灣 CMAX 恭喜 請上台運動 見面會這天 上百位Jason迷到場 從網路電視一路追 台灣電視台 目前播到一季超過900分鐘 比賽中的只為末節 考不倒粉絲 救人驚訝 Dino 是Dino 恭喜 恭喜 謝謝 謝謝 這個盆子 是一個最大的 烹飪比賽中的 世界上最大的 烹飪比賽中的 從美國十一個州 上千人中 排選出20位非職業廚師 對決廚藝 全美美籍收拾400萬人次 而節目在台灣開播近四個月 隨著比賽進入高潮 Jason在台灣的名氣 越來越響亮 一碗台味十足的蛤蜊湯 可以說是讓Jason過關斬將以來 讓台灣觀眾隔海看得最有感的一幕 這一季第八季的出生 當道跟之前的比的話 他其實在我們隔離湯的 這個新聞露出之後 他暴漲了三倍 但是他為什麼能夠 讓這一季這麼發光發熱 我覺得主要就是 我們所謂台灣之光 從舊金山直飛14個鐘頭到台灣 時差加上長途旅程 Jason剛落地 仍然續航力滿載 一下飛機就可以 那個潮濕的 我就覺得很高興 王凱傑的父母 都來自台灣 雖然出生就在美國馬州 但擅長料理的媽媽 從Jason小的時候 就用台灣家常菜 在他舌尖上 烙下家鄉的印記 有醬油膏蒜 然後薑絲那種的 我就是很想念那個 我覺得就是很 proud 來這邊 你知道嗎 因為我父母親 我走以前他們說 你一定要代表台灣 明白味道 是可以承載記憶和心意 於是料理成了Jason的志趣 紐約康乃爾大學音樂系畢業 34歲的王凱傑 現在是高中音樂老師 和樂團指揮 他的做菜態度 如同音樂 素材很多元 但每樣都分配得恰到好處 就像在音樂圈 我跟不同的音樂圈 當我把餐廳放在餐廳 我會把餐廳放在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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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餐廳放在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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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很棒 採訪這天 Jason正全神貫注 準備著電視台安排的招待會餐點 這是我們的Pasca的Sauce 我們是用這個龍蝦的身體來提味 因為龍蝦是麻粥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運來的 可以給這邊的顧客嚐一下 我家裡的這種味道 Jason的耳朵架著一支筆 我們問了他身邊的廚辦 原來這是王凱傑一直以來的習慣 一邊登記用料步驟 能在發現味道有一絲偏差時 即刻找出錯誤 我最近在餐廳放在餐廳 每個課程都有20材料 很詳細 他很詳細 每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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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Gordon Ramsey說 Jason 他曾經看過最好的技術 在餐廳結學會珍惜食物 每回下廚都攪盡腦汁 這個菜花是由農人種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花心 花工 然後花這些什麼水 這些養料來服飾這個 所以你吃的時候 千萬不要把這塊丟掉 你就把外頭皮削掉 然後可以剁成 然後用醋泡可以做泡菜 不要忘了剁掉 全部吃掉 謝謝 這份心意更成了 滋長養分 在高張力的節目比賽下 屢屢創變 像是30分鐘內 做出風格迥異的干貝三吃 獲得評審一致青睞 我喜歡這個想法 我喜歡這個想法 最後的味道 是在自己的味道 很刺激 謝謝 如果你找到新的 或新的配合 或新的產品 他會帶給你 說 Alvin 嘗嘗這個 然後就更加激烈 或是更加重 在理解你的經驗 看你享受 他享受 我認為 傑森的意思是 他價值你的享受 比他享受 這樣 你是怎麼樣要煮的 是炒的 還是蒸的 還是 料理是要帶給人 幸福 Jason不管做什麼事 眼裡總看到 人的需要 招牌花襯衫 也有故事 我說 你如果 你可以看我 你就不會覺得害怕 描述 節目中爆紅蛤蜊湯 飄洋出的氣味 猶如沉迷後 Jason 人聲樂曲的開端 以和諧節奏 臨危不亂的 敲響鍋碗瓢盆 端出一道 又一道佳肴 I love you 用料理 繼續說著 一段又一段 還沒有畫上 修紙服的篇章 好 今天在這裡 就引人注目 就是這一個圍裙 要穿上這個 MasterChef的April 非常不容易 對 介紹一下吧 因為還秀他的名字嘛 所以我們去參加 比賽的時候 起先會有 40個人去比賽 所以我們到時候 是被assign一道菜 比方說我的是干貝 所以我跟那個 沒有模特兒 我們兩個比 我們要做出來一道菜 然後judges會評 然後看哪一道菜 比較好 所以到時候 完了 誰贏了可以得到意見 所以最後只有20個人 可以得到這個白的圍裙 所以它是個 單循環的淘汰 就是一次out 每次out一個人 對 但是我們每一次 在這個電視上 這400萬個觀眾 看到這個 Jason Wong的image裡面 大概除了這個圍裙之外 就是他的這個 Hawaiian shirt What's the story behind Hawaiian shirt you always wear like this 所以我去audition的時候 那天我穿的是一個 Hawaiian shirt 那原因是因為 我在高中也教聲樂課 然後有一次我是教 迪斯奈勒的歌 然後有一個學生 他是唱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魚 Yes 的一首歌 然後他說 我還怕 我們要表演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nervous 所以那天我說 OK 我穿一個 Hawaiian shirt 有魚啊 然後有Seaweed 我說你到時候表演的時候 就看著 你不用管別人 你就看我 你就可以有 你好有愛心喔 所以他那天表演完 他說謝謝Mr. Wang I felt so much better 所以那種 我覺得穿那件shirt 讓我覺得很高興 好可愛喔 你自己想出來的這個 Yeah 因為我覺得 I love my students They're awesome 所以那天我去audition 我覺得 我要穿一件讓我覺得 很happy的一種衣服 所以那天我就穿了 然後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是藝術家 所以覺得很多顏色 然後不同的pattern 讓我覺得很happy 因為很多次在 很多次在在教學的時候 人家穿得很正式啊 但是我覺得我是音樂 我是fun music 所以我每次穿Hawaiian shirt 所以我看 他今天要給我們帶來 是很特別的甜點 Yes 你bacery是 在家裡做菜做菜 對不起喔 亂搞亂搞之後 後來再學bacery 還是說你一開始就是 其實我是剛開始做菜 我是做甜點 因為我其實有一點怕 那種肉血啊 那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最可怕 怕這樣是不是 Yeah 最可怕的就是一個蛋而已 所以開始做 對呀 了解了解 那你今天要給我們示範的是什麼 這麼多蛋 OK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法國式的雙黃馬鈴煮 英文是什麼 它沒有什麼英文名稱 這個 我們今天要用四個蛋 我們先把這個蛋白 嗯 放在這邊 然後你如果要把蛋 跟那個蛋黃跟蛋白分開來 你可以用手這樣子 對 我看到你用那個手指在這邊 對 所以你可以讓那個黃 自然過濾了 黃可以過去 但是你如果在打蛋的時候 然後敲破 然後有碎的殼在裡頭 你用你的手指頭去拿它比較滑 你可以其實用這個殼去抓它 然後就會黏上去了 你高中那時候在家裡啊 在家裡的廚房做這些 Yes 我做得很 我看我們年齡有點差距 那個時候你有YouTube 或是可以Google影片看嗎 沒有 全部都是看書 都是看書 所以我覺得 但是看書常常會穿Arrow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這個比方說分量或什麼 你媽媽也不會在家裡 幫你準備好那個量杯啊 所以其實最早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是 我想做那個糖漿Caramel Right 我是看Julia Child的她的Cookbook 聖經耶 Yeah 但是我沒做過 所以其實我做的 我把一個掃把 放在那個兩張椅子的前面 我要用做成那個Caramel Spun Sugar 但是搞得滿地都是黏著 媽媽回來嚇死了 但是我覺得You know 做菜啊 是一種good example給學生嘛 因為你學生在音樂課上 你每次學習 你每次練習 每次都有一點錯誤 你知道嗎 所以 但是你一直練一直練 後來可以練出來一個好的Performance 所以我覺得食物上 你來experiment是好的東西 你知道 This work 這個不work 然後你到時候可以自己 have a success 對啊 所以我們把蛋白放在這裡頭 所以這邊四個蛋白我們先放在這邊 然後這是塔塔粉 塔塔粉會讓它的那個蛋白裡頭的蛋白質 稍微固定 比較stable 它比較firm一點 所以我們先把 哇你的這個好漂亮 然後剛開始不要打得太激烈 OK 所以很多人他們做這種馬鈴 那個Cookie的時候 他們會先把糖倒下去 你如果先倒下去 這個蛋白起不來 所以你要先稍微讓它有一點泡沫啊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把糖加下去 那糖加下去的時候會融化 然後讓它的structure可以出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dessert很容易做 可是有很多細節 對 就說如果你太急了 或者你的細節 就像你想把糖加下去 趕快做快一點 不能 我也做過失敗很多次 就是學習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有任何的脂肪類的在裡頭 這個蛋白起不來 所以一定是要很乾淨的這種碗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裡頭有一點小泡沫 所以我就慢慢的把這邊的糖加進去 我很好奇 當你開始參加Mastership的比賽以後 因為做菜它變成一個競賽 然後當然也會有壓力 所以在這段期間 你自己還有ever做菜嗎 會不會一碰到做菜就會讓你想到 節目比賽 所以其實節目 嗯 拍攝完的 You know 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我不能在廚房裡 你看我有猜對吧 對啊 對啊 因為有的時候晚上睡覺會有 但是會有一點害怕 但是起先會有一點害怕 然後因為是比賽嘛 有judge在那邊評 我覺得我一直要提醒我自己 做菜是跟人家分享 分享我的心意 所以不是讓人家評 所以這個是在家裡面 如果有朋友來喝茶的時候啊 或者你請客的時候有一個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其實你做完可以保存很久 保存很久 是喔 因為是完全是烤完吃完全是乾的 是 像你做這些 我們回到這個比賽本身喔 你當你比賽開始一關一關過的時候 你怎麼樣決定 就是說我下一次我要怎麼煮 比方說你端出那個葛利湯好了 對啊 對啊 這要經過很仔細的calculate嗎 其實我們不知道他們會給我們什麼東西 所以做葛利湯那次 我們把那個盒子一拉開來 我們不知道裡頭是什麼東西 所以真的要很快的想 喔我記得吃過這麼樣子的 或是哪裡看過可以做這種的recipe 所以真的要腦筋要賺得很快 所以你猜測那個評審的口味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腦子裡想到 欸我要做這一道菜 但是你做出來不是spontaneous judges也可以吃出來你知道嗎 所以有一點不是很好吃 如果是authentic 然後真的是從心裡來的 我自己創造的 是嗎 我真的是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OK 所以這邊就差不多好了 所以你看就變成這樣子白白的 然後 你要看這個如果打了夠久 這個就可以 可以站起來了 你小時候有沒有什麼東西 就是不是每一天吃三餐 你很想吃 可是 比較沒有機會吃到的 讓你很craving這樣 其實是海鮮 真的嗎 所以我那麼愛煮海鮮東西 會嗎 其實現在就是 在你小時候 小時候就是比較稀奇的東西 然後我記得每次 週末 媽媽 然後外婆 外公 大家都到唐雲街去 你知道嗎 去買菜啊 然後我覺得 西方西式的超級市場 買回來的 每一個袋子 就是正正方方的 但是到唐人街回來 一大 一把蔥撮出來 然後這個袋子怎麼裡頭 還在有東西在動 你知道嗎 都是完整的 所以我覺得唐人街 然後這個 文化 我覺得食物 對我來講是 活生生的 對 很興奮 所以後來你會自己很喜歡做海鮮 是因為你小時候 對不對 這東西不容易吃到 也不好掌握 OK 所以 這樣子就好了 好了 所以我們把它拿出來 這個也很重 OK 可以嗎 所以我把這個 放到旁邊 OK 所以 這樣子就 好了 但是你打完的時候 有點像marshmallow 嗯 marshmallow OK 所以你如果有一種pie 像檸檬 pie 它就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加上去 直接加上去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 torch 稍微烤一下 就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用這種是 piping bag 然後我們要用那個 花嘴 可以做這個 你的東西是不是都放得很整齊 很乾淨 嗯 因為我說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覺得你的 當然因為在電視上看 你的電視整個人給我感覺 就是很整齊 然後很 就是一絲不亂的 是不是 你做菜 其實我家裡的廚房 有點像難民房 但是我覺得 如果人家要在家裡做菜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一面做一面親 否則你的這邊到時候很亂 你都找不到東西 就是屬於很愛乾淨的人做菜才會這樣 OK 所以這一個袋子我們放在這邊 如果有個高的東西 你可以這樣子放 這樣子就比較方便 好 現在屬於藝術的部分 所以這種的merine cookie很甜 所以我們會其實用中間夾的東西 是不是很甜的 就是去bland它的flavor 因為我覺得我 其實我很喜歡做甜點 我不大喜歡吃甜點 我看你身材就知道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太甜了 你知道嗎 而且尤其是我們亞洲人是比較習慣 小時候我們飯碗的時候 我們不是吃餅乾 是水果 對 所以很多我的甜點 是用水果的口味來做的 所以 OK 所以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分 你可以用它來擠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做不同的形狀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做不同的形狀 所以我們可以用所有的形狀你喜歡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這樣子就直接往下 然後往上 那你如果要用不同的嘴 你也可以用不同的 OK 你如果就是個圓的 你也可以用圓的來做不同的 OK 所以我們再來一點 所以我們再來一點 二 三 四 五 OK 所以我們再來一個不同的花樣 這個是小圓圈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你可以用它做不同的形狀 你可以稍微改良它的口味 我們這個是從中間裡頭 一 二 這樣子 這個一般烤箱家裡大概 有烤箱就是 很多人是這種 大概幾度多久 我們要 94度 94度大概要烤多久 差不多要烤 一個小時15分鐘 我做一個中夕要把它夾在中間 所以這個 這個還不是完成的 還不是完成 所以我是用這個是巧克力 巧克力碎片 巧克力碎片 然後這個是Raspberry 那個莓果醬 然後我們加一點檸檬 我們中文有個話叫摩拳擦檔 就是你要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現在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看看它 OK 所以烤完了以後 你讓它拿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也是 這是你剛剛講我懂了 對 所以它真的沒有一點點 就是Overcooked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所以你到時候讓它冷的時候 就很容易就可以拿下來 所以你聽一下 是 等於是像拍拍空的 OK 你如果沒有烤的時候 第一 你拿不下來 然後第二 你如果掰開裡頭是軟的 就不對嗎 不對 對 所以我們來這樣子 所以我做一個東西要把它夾在中間 所以這個 這個還不是完成的 還不是完成 對 所以我是用這個是巧克力 巧克力碎片 巧克力碎片 然後這個是Raspberry 麥玥莓果醬 然後我們加一點檸檬 我覺得真的要配一點酸的 你知道嗎 然後巧克力 我覺得跟不同的果子配的味道相當好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他光用講的 我覺得我已經好像有沒有 快倒出來了 所以我們把它畫在一起 然後你如果比較喜歡這個醬味 你可以多放 你也可以放不同種的 你如果喜歡喝酒 你可以用橘子味道的法國酒 不同的東西 你可以用Brandy啊 酒 你可以把它畫在一起 所以裡面是可以變化的 所以我們把它融化在一起 然後我放在這個袋子裡 所以我們把這個兩片擺在一起 就變成這樣子 還可以站起來 漂亮 兩個 然後三個擺在這邊 OK 然後這個不同的形狀你也可以 你如果要換不同的裏內 你也可以把黑芝麻粉跟這個畫在一起 也是不同的種的口味 所以我們也把這個擺在這邊 你可以單獨吃啊 因為我看過單獨 可是夾心的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我們把這個夾心也擺在這邊 漂亮 所以擺盤我覺得 OK 這個盤子我選的因為是深色的 然後這個Cookie是白色的 然後這個咖啡色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要相反的顏色 Right 但是 花可以讓它就是稍微漂亮一點 好啦 Signature來囉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就把一點花 你在比賽過程裡面 你的Garnage是非常非常多次被肯定的 是啊 是啊 你這個是 你覺得藝術都相通的嗎 對不對 對 視覺啊 聽覺啊 這些都是Creativity 我因為是 其實上大學的時候 我最早是植物系 植物系 所以我是很喜歡這種東西 我覺得植物很多我的擺盤擺飾 我只是我是用植物 然後大外 Outdoors 那種 Inspiration Natural 來這樣子想 所以 所以就這樣子 你可以喝茶 什麼 吃甜點 然後就這樣子 Jeson 你在比賽過程裡面 你的高中學生一定很興奮吧 一定很興奮 然後 其實我們拍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我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 然後後來開放是 我是去參加 所以我告訴他們 我說 課上完了 我們可以聊 但是上課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專心 但是其實 我們上音樂課的時候 很多次 我講 metaphors 形容詞 我其實都是用實物來講 比方你讓我們感受 比方說 如果 我說 懸樂 管 團 等於是像做三明治一樣 因為 你有各種的什麼 黑管 大提琴 小提琴 就是像三明治 不同的裡頭的材料 你有生菜 什麼 汗肉 然後什麼醬 但是你要自己調 是多少 每一個 所以 他們就這樣子 就可以了解了 我覺得你對你學生 有一個另外的影響是說 他們在高中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有一個人 因為你知道 像我們這樣 我們選了一個工作以後 因為工作occupy 我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你的人生 你就沒有辦法去 explore其他的可能性 但他發現說 高中老師 他平常喜歡煮菜 然後他可以上電視 用煮菜去比賽 然後比完賽期 現在Jason還想 尋回美國 教大家做菜 就是你給了他們一個 完全set up 一個不同的example 就是一種不同的 人生可以怎麼過的方式 我覺得 人生是 你只有在地球上一次 所以我覺得 你要真的要做你喜歡的東西 然後你 你的生活有不同的 一段一段的 也許你有不同的 興趣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我起先就是 音樂 然後食物 然後我來這樣子 給他們一種example 他們可以change their mind 他們可以去pursue what they want to do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對 其實你 你應該是一個對 exploration process這個本身看的 比那個結果還重的人 因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這個 我今天這位來賓 他讀Cornel的時候的經過 我想說 哇 他的爸媽 You know 很多人都很喜歡講 很喜歡講這個移民家庭裡面的爸媽 他見了Cornel的時候一定 哇 全家都很高興 對啊 然後後來發現我這個兒子 最初主修的是農業 然後到景觀建築 到飯店管理 最後在Cornel是音樂畢業 所以起先 因為我很喜歡植物 我到那邊是修植物系 但是學了一些東西 很多是比較science related 然後我在想 oh I don't want to do 化學課 chemistry 所以我就轉到 landscape architecture 然後後來上了 我很喜歡因為是creative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很喜歡 food 然後restaurant management 所以我轉到旅館保管系 Then you should end up here and graduate Yeah 但是我覺得 音樂還是從我從小一直是 我四歲開始是學鋼琴 然後我覺得music 我其實有點害怕去主修音樂 但是因為是有一位老師 我的聲樂老師 他說我覺得這是你要做的東西 但是你有害怕 所以我會幫助support你 所以我覺得一個老師的地位 在一個人的生活裡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yeah 所以exploration這整件事對你來講 yeah 我有一個感覺我坐你對面 我看著你 有點像是你覺得你這個life journey的意義 就是這個exploration 對啊 因為我覺得exploring 我每次做菜我做完 其實也許很好吃 但是我每次看 我一直會看到這個還可以改良 這個還可以進步 然後我教學給學生 我也要告訴他們 他們的整個attitude 是應該要 just be positive but also 他們可以磨練出來 他們如果做了一次考試 考失敗了 或是生活要你要去當醫生 結果沒當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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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idn't fail 你就學了你自己的能力 你學了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你就用那個機會來再 move forward 所以其實在出神當道上 we had this 每次也就是這樣子 很多次你做出來不是你希望的 但是你想 OK 我下次可以怎麼樣改良 然後這個 you know it's important yeah 所以Jason 我覺得你知道嗎 你的inspiration 很多競賽裡面 你帶給別人的inspiration是那個成功 可是你不完全是 我覺得搞不好你的inspiration 這樣講不太好 那我了解啊 了解啊 yeah 是你的try arrow 然後也許最後失敗了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 對 他試了很多可能 每個人你如果去做一件事情 沒有feedback 沒有失敗 你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他achieve something oh 他有achievement no 但是你一直做 一直做 人家說你好好好 你就成績 沒有進步 你的一直就是那個 你的世界一直是這樣 yeah yeah 所以其實growing 是一種painful的experience 但是可以讓你的everything更廣 因為我覺得教人家一個食譜 你教他們的一個technique 你讓他們自己可以express 他們自己的creativity 像個人他們哪裡長大的 他們是哪裡來的 他們家裡是什麼情況 你給他們tools 他們可以自己express他們自己 對 Jason 你覺得到你現在這第二代身份 yeah 就是nationality 你當然是American ethnicity 你是台灣ese 對 你覺得這種mixture 你感覺到你最comfortable的地方是哪裡 其實我覺得 我很comfortable就是當我自己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在New England長大的 在波士登長大的 但是我在家裡我們吃的東西 也都是比較傳統的 所以我覺得來台灣 但是我知道台灣是我父母親他們的家 但是我一方面也是馬州也是我的家 所以我覺得其實I'm half and half 但是我也很 我很驕傲 因為我覺得我不光是一種的culture 我是雙種的 所以這樣子讓我覺得我的生活是很rich的一種experience 很rich而且我覺得你後面的人生還非常精彩 我接下來要最後我想往前談一步 你覺得你將來想在全美國巡迴 然後教大家 把你的recipe分享出來教大家做菜 那會是一個跟我們傳統上覺得跟老師學做菜 有點不一樣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 你就給我們一個畫面好了 OK 我覺得因為在美國現在有很多processed food 加工的 然後像我們吃很多青菜不是完全搞 就是青草就很好吃了嘛 所以我覺得我要用這種角度來尋為全美國 告訴他們有一種好吃的方法 然後健康的方法來吃 然後其實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就是吃中式的食物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因為人家trust 信任 相信 相信 然後信任我 我可以給他們不同的 他們沒見過的東西 他們會覺得比較comfortable 所以我覺得 I can be a teacher for them too 所以我可以 summarize說 在你經過了這一段非常特別的journey之後 你得到一個最大的禮物 是人跟人之間你得到了這個信任 然後它很像一個鑰匙 你可以打開另外一個門 對啊 然後去提供更多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 教人家一個食譜 你教他們的一個technique 你讓他們自己可以express他們自己的creativity 像個人他們哪裡長大的 他們是哪裡來的 他們家裡是什麼情況 你給他們tools 他們可以自己express他們自己 所以我覺得 我是用食物來這樣子 給人家一個opportunity to be themselves 還是老師 是要幫助人 最後 欸這個 他好客氣喔 傑森今天非常謝謝你 I already can ask for more 有這麼好的帶來bacery帶來歌聲 帶來生命的故事謝謝你 祝福你 祝福你的live journey 越來越豐富精彩 而且替很多很多人打開新的可能性 謝謝 謝謝要長大回來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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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徒留我孤單在湖面成霜 菊花纏滿地上 你的笑容已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緊緊躺 被風亂也未央 你的影日間不斷 獨留我孤單在湖面成霜 夢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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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